大家好 这个影片会跟大家讲一下 大致影 怎么样 打赢高大对手 适应度 首先 他们的高度上差 16公分 大家可以猜一下高大对手第1个缺点是什么 看到这个是往前的 还有一个小袋的假动作 性度就够不了了 这个派数比较多 也是往前 性度就够不了 所以高大对手第1个缺点就是他们回往前筹的质量会比较差 可以看一下现在这个派数比较多 小大一个小的变化 性度的脚步就马上调不过来了 换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性度在头顶下压 继续下压 然后这个高手不够厚 这个往前也是很慢 以后小大把握机会 就赢了 现在我们猜一下高大对手第2个缺点是什么 这个弊动的反手 然后小大下筹得分 其实高大对手第2个缺点就是他们两侧卷升比较慢 所以我们打高大对手的时候可以多打他们两侧卷升 可以看一下接筹性度发筹 可以看到性度跳筹比较辛苦的 然后大家再控后场 这个推筹性度推得不够深 小大一个平筹性度就很逼动一个反派 然后就追不到了 再看一次 这个反派太必动了 其实小大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的反派 在旅时相来讲 是特别的大力 他必动回球回反派 也可以回到 对方的后场 现在就看一下高大对手第3个缺点是什么 这两个头顶也是不大会的 然后这个跳筹很 很逼动 然后就掉了这一分 请大家鼓励一下按赞 分享 还有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现在看高大对手第3个缺点 看到这个是地点地球 然后也是地点地球 然后也是地点地球 然后一个很 必动的跳筹 也是很地点地 然后就追不了了 其实高大对手第3个缺点就是 他们的脚步 启动比较慢 他们脚步的协调会比较差 所以打他们的时候可以多打他们的走动 看一下借球 深度也是产不到高点 低点的台位 也是产不到高点的 然后也是往前下手的时候掉分 这个小袋发筹 大家也在控球 控底线 大家也在常主动 往前的来回 底线 信度这个头顶太慢 所以他到往前的时间已经不够了 可以再看 可以再看 他这个头顶 移动太慢 所以他到往前的时候已经追不到了 小袋马上回一个往前冲 这个比赛 小袋用了两局 就赢了信度 其实现在小袋的打法 对信度来说就是很难打的 因为信度本来就是比较高大 移动比较慢 但是小袋 虽然比较矮 但他的反手很有力 在逼动的时候还可以把球 回到对方的后墙 还有他的步伐移动很快 看一下这虫 小袋很快的追得到这虫 然后回到中间 这个有一点运气的掉虫 比较贴网 所以信度追得到也够不了 看到这里 希望大家可以鼓励一下 按赞 分享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你们的鼓励是我 继续做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